好另外再看到凤林郑民代表会举行第22届第一次的定期会 由主席龙春文主持并指出代表会与郑公所合作 推展凤林郑的社会福利以及基础建设 持续为凤林带来更好的愿景 而首次进行施政报告的郑长林坚平 也改变了以往的报告方式 而是以实际目前所做的政务方向 对11位代表进行施政报告 更透明与实际的作为寻求正名代表的支持 凤林郑民代表会第22届第一次定期会 16号上午进行政长施政报告 代表会主席龙春文致辞时表示 代表会同仁的理性问证 监督政公所施政方针 四位凤林郑全郑民谋求福祉 这个定期会期间 请我们所有的代表 有地方有急迫性的 需要改善的 或是想要知道的 这个提出来 大家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为地方的繁荣 进步 大家来 这个寻求 这个方向 大家来共同努力 这个林郑长就任 已经四个半夜的时间 在私针工作上 有许多是延续性的 有很多的改变 我们常讲啊 这个改变需要很多的勇气 改变 要有适应期 更会有正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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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改变 也会有这个 战役的声音 也会有招来骂声 或是富满 但我们深信 只要做对的事 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情 一定会有成就的 政长林建平 在市政报告中指出 这是他第一次 进行政长市政报告 在他担任政长之后 深刻体认到 担任政长的不容易 从各项的市政方程 以及各项的政策的执行 与落实 除了感谢 凤林正明代表会 给予的协助之外 才能够让多项的市政 与预算顺利的推行 首先要在这边 恭喜我们农主席 以及林副主席 各位代表农人 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大家都能够高五票当选 然后可以有一个机会 来旅行自己 对所有百姓写托 以及对我们凤林 未来的一份业绩 在这份业绩 在实作的同时 都大家能够来参与 首先在这边要 要把一点 个人费 代表会所有的代表们 一个国贺之意 那当然一个乡镇的市政 都有一个愿景 那我们凤林镇早期 在与我们的镇长里面 当然有很多的客户环境 早期我们的财政 一直是属于五家辛苦的 那在我们前镇长 八年的热情里面 我们有了中区长的 营收的规划之后 那我们凤林的财政机历 在虽然不敢讲说 十分的聪明 但是也足以让我们 可以来 失措很多的 与估百姓人一些的作为 政长林建平也表示 目前的时局 社会弥漫着不安 焦躁气氛 凤林镇的政务 能够顺利的推行 持续各项公共建设 与产经 经济的发展 社会福利的照护 仰赖代表会 适时的监督与鼎利的支持 才能够使政公所团队 助力执行 方能够获得证明的肯定 林建平也表示 感谢欣慰 代表会的补令指教 记者林杰 风黎正 采访我到